有关于让我谈谈中国经济 经济这两年的确不是很好 这个新冠疫情的话三年了 整整三年 这个新冠疫情的话 你说中国经济还很好 这个也不现实 经济的确不是很好 因为新冠疫情加上司马南 这个新冠疫情加上司马南 为什么加上司马南 司马南对经济的破坏也很大 这一点的话我相信 连麻烦门都不能否认 司马南这个人的话 对吧 你比如说的话 他老是公积民企业 给改革开放挑毛病 是吧 这老是就是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对吧 这对经济的话 肯定也有那个不好的影响 这也毫无疑问的嘛 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不管是新冠疫情也好 是马南也好 都在慢慢的引入成烟 因为这两个字 最近经常看到嘛 是吧 都在慢慢的引入成烟 新冠疫情的话 我想过了今年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了 对吧 我倒也不是说 这个新冠疫情就过了今年 一定没有了 这个我也不敢这样说 但是大疫不过三年 对吧 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三年的话 你看现在的话 大家疫苗也打 打好几次了 对吧 就是 就是有人得了新冠 也不会像武汉那会儿的话 好像就是 这个死亡率高 但现在的话 就算新冠了的话 就是这个 致死率越来越低了 对吧 就是说 得了也能治好 对吧 因为这个跟打了疫苗 各种原因 是吧 所以说的话 过了今年应该是 问题不大了 至于新冠疫情 加上是司马南 司马南的话 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是吧 他的响动的话 这个 走会越来越小 这两天 他很积极 很积极也没用 因为 就他这样的大开 一旦毕竟年过的话 也翻不出多大浪 对吧 而且的话 我相信这段时间 大家也看得出来 这个 对司马南的很多 不利的消息的话 常常就是 个三差五的会传出来 是吧 就是说 司马南是这个 越来越弊动了 对吧 他就是 他想 想原来那么样 也已经是不现实了 对吧 所以说的话 这个新冠疫情 跟司马南啊 都在慢慢的 引入成烟 对吧 这个明摆着的事情吧 啊 中国的经济的话 只要这个 新冠疫情 跟司马南 慢慢引入成烟的话 中国经济的活力的话 对吧 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这个 不成问题 因为道理很简单 是 是一中国人 那么勤劳 是 是一中国人 那么努力的 都想 多赚一点钱 你多赚一点钱 不就是让你的经济好一点吗 对吧 是 是 是 中国人的话 呃 台积一新 大家都让自己的经济好一点 你中国的经济怎么可能会差呢 对吧 所以说问题不大 啊 呃 呃 我对中国经济是充满信心的 这这几年是 你看这几年 这新冠疫情 这 这是谁 这是谁也没遇到过 是吧 啊 上次那也非典才多长时间 对吧 啊 那这是连续好几年 对吧 就是说的话 你说这 这 老百姓出汤门都不方便 你说这经济怎么弄 对吧 这个 呃 就是说这个 疫情 啊 加上有个司马南 这两年是 反复的就是 是吧 呃 攻击民营企业 是吧 反复的就是 给改革开放挑毛病 他也不知道他要干 干什么 是吧 呃 这个 就说的话 就 反制的 他就是反智会的 对吧 本来就是从那来的是吧 那好 那那那那那回去都是 那好就不会来了 对吧 啊 他说非要回去 你回去做什么 回去有什么 对吧 啊 呃 就说的话 修了无聊 这么说着玩 其实就是 对吧 呃 也就是 其实就是改革开放 他们 改革开放 对他们来说是 并没有受到多少亿 是吧 因为原来 原来大部分是国企嘛 这些人国企大大小小 领导的话 是吧 呃 他们来 对他们来说的话 呃 改革开放 可能并不让他们 获得什么利益 是吧 可能他们觉得就是说 呃 以前怎么样 好啊 怎么样 是吧 其实的话 也都退休 说着一玩 对吧 呃 历史怎么可能重复呢 对吧 历史有时候会 会押韵 但你要简单重复 怎么可能呢 对吧 就是 嗨 说白就乱谈情 那帮人 是吧 啊 包括司马南 司马南就更乱谈情了 对吧 呃 所以说的话 我对中国经济 还是非常看好的 对吧 呃 就说的话 最困难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也好 司马南也好 他们的响动 必然会越来越小 对吧 而且疫情的话 我认为还是那句话 大一不过三年 过了今年 应该没多大问题了 啊 过了今年的话 也就跟原来 原来没有疫情的时候 差不多了 是吧 所以说的话 我对中国经济 还是非常看好 啊 我是说那句话 最困难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以后就慢慢越来越好了 啊 这就是我的观点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